代班主持人 謝謝各位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代班主持人張瑞全 原來也主持人舒亞 他身體不舒服 所以今天沒有辦法過來 我想辦法代班 因為我是 一方面我是中興大學畫文系的老師 一方面我是想想水天空 所以這部分 這個地方也算我負責的 所以也盡量來當個主持人 然後後面廁所現在真的還在修理 我還在努力當中 有一天會修好的 我想今天 我跟 這個我們的 主角 其實是有相當長的一個淵源 很久以前好幾年以前 我收在網路上 這個 很奇怪的來信 就是他說這封信他說 他對我的一首歌 很有感覺 這首歌是My Language 我的語言 這是我很久以前寫的歌 裡面有一句歌詞就是說 我說你的語言 但不代表我是你的奴隸 我的母語台語 為角度的出發點 雖然我現在會 可能就是說我會講所謂的中文 我會講英文等等 但是不代表我就是這個語言的奴隸 我就是你那個族群的奴隸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那我可能是用這個語言 來回去跟你溝通 我回去跟你溝通 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要的權利是誰 這樣子 那這個寫信的人是誰 就是這個人 我們非常高興能夠認識他 因為其實他本身 我知道他也是一個音樂人 他也很長期在對原住民文化 對原住民的音樂 有他的努力在 但我最後了解 原來他也在做研究 這樣的研究其實是 應該這樣說 把台灣原住民族的一些學說 理論化 其實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是一個跟國際對話的一個機會 跟所謂不同世界 去對話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讓更多人了解 在台灣的原住民族 面臨什麼樣的困境 什麼樣該突破的挑戰 這都是相當不容易的 特別是剛剛我想我在聽眾裡面也聽到 的確其實原住民 在台灣的原住民族 是最早的一群人 最早的一群人 在有荷蘭人之前 他就在了 在有西班牙人之前 他就在了 在有日本人來之前 他就在了 在中國人來之前 他也在 在中華民國出現前 他也在 在民進黨出現前 他也在 那這個找兵不是說 我兵你找我了不起 而是說 找 在這邊 我們其實就有 他所謂的生活模式 他有他的風暑習慣 他有他們的思考邏輯 很早就在這邊土地上形成了 那 後來的人 當然不是說因為後來 所以就怎麼樣 但是說在不同族群之間 是不是能夠去尊重彼此不同的思想 文化 文明等等 這個是我們 我覺得在台灣現在這個社會 這個時代 需要很用力去思考一件事情 才不會出現說 我們居然還有一個總統 在以前曾經講過一句話 我把你們當人看 這樣的一句話 這個是相當可怕的 對我來講 聽到這種話 是一件非常可怕 甚至是一種很殘酷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想今天我有機會 請到我們的主人阿末來 他有相當多這方面的一些分享 甚至他在六月 將去美國發表他的 跟原住民研究 民族相關研究的一個論文 如果有機會 我們也可以聽他 看看怎麼樣去把這些東西 介紹給各位 那各位 等一下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非常歡迎 你提出來 跟我們阿末做一些交流 OK 現在我們就把時間交給阿末 來 好 大家好 一樣 就是 我也自我介紹一下 可以幫我轉過來 今天講的題目 原讀 原讀什麼意思呢 就是 當初我們在構思這個名字的時候 他完整的 那個 名稱就叫做 原住民族獨立運動 所以我們就稱自己叫原讀 那 這個 這一次的報告的人呢 叫做 有人會用 魯馬拼上面字嗎 我念一次 我叫做 魯馬拼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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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感覺跟 我們平常 在學英文的時候 用鐵拼音標 或什麼 那個拼音的方式不一樣 最近 最近有一個 立法委員 應該這幾天 他提出一個提案 就是 原住民 能夠用 魯馬拼音 然後去 使用這個名字 成為一個 法定的名稱 就在那個 我的身份證上 護照上 都可以去使用 它是一個法定名稱 那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現在 台灣 社會給原住民族 就是 對自己名字的 書寫的方式 他還要求 必須要有一個 中文的音譯 可是中文音譯的時候 就會發現很奇怪 例如我的名字叫做 拿莫 然後我就 拼成中文叫 納莫 然後 懦夫 我這個時候就很痛苦 懦夫嗎 我說 但是我就這樣 對我爸爸不敬 然後我們是 父成子民嘛 我們沒有姓 原住民 應該說就是 綁扎阿美族 我們沒有姓 我們只有名字 繼承父親的名字 或母親的名字 那因為我爸爸叫懦夫 所以 我就不知道怎麼翻 所以中文音譯有 沒辦法讓它變成 真的正確的一個 困難 就是語言 對語言之間 這個 就是 無法去對應 所以 我就翻成 諾 諾 諾野的諾 老虎的虎 那 納莫諾虎 看起來好像是 滿威猛的 你知道嗎 這個 這種概念還是 來自於我的 從小的 中文 或是在台灣 學習的知識 一頭 對於 例如說 這個字 詞彙的那種 意義 諾言阿 守承諾阿 老虎阿 很威猛的感覺 最後是我的 那個 家族 家族名 叫做 巴吉拉 巴吉拉 然後就有時候碰到 可能講 閩南語或台語的人 他一講 這個是有點 好像講中我平常的習慣 但是 這樣子 就是用中文去翻的時候 其實很難 很難去翻譯 那 為什麼 要 在這個國家 先不要講說 這個 我不承認這個國家 在台灣 現有的這個 體制裡面 原住民卻不能自稱自己 可能很多人沒有想 想過 我現在回復原名 是不到 大概十幾年 十年的事情 大概08年吧 08、07年的時候 才回復 那個在之前呢 台灣原住民 在中國流亡政府 來到台灣之後 我們的名字是被剝奪掉的 名字被 被取消 我必須要信 呃 龔長張 或是什麼 欸 四維羅 火 或是石頭的石 這樣 甚至會發明一些奇怪的信誓 那 這個東西 造成這個民族 什麼樣的傷害呢 去你個人的脈絡 去家族的脈絡 去族群的脈絡 你完全找不到自己 的家系在哪裡 有一天我就看到他 我覺得 哇好正喔 然後就跟他交往來半個月之後 我們決定閃電結婚 然後也懷孕生小孩 發現 她是我的表妹 同一家的 這樣的事情在台灣 尤其在原住民社會 是 尤其80年代 70年代是非常容易發展 為什麼 一個國家要把一個族群抹平 我先從你的歷史開始 把你抹除 把你對歷史 包括你的家系 這些東西全部抹掉 再來呢 名字 語言 為什麼名字那麼重要 名字代表什麼 代表你在這個世界上面的位置 我今天如果我姓張 叫我以前的中文名字叫張志偉 我叫張志偉的時候 我就用張志偉這個名字去看這個世界 我就有一個姓張的 或是叫張飛的祖賢 或是叫什麼的 不知道 那是我在世界的位置 世界看我的位置 但是我既然在這個土地上 在原本就生存的這個土地上 在這個國家 沒辦法自稱自己是誰 受害者 受害者 我們是受害者 是的 好 名字就是你相對於世界的位置 所以 為什麼 80年代到 到2000 這段時間的 那個原住民運動 除了正民運動之外 環保土地運動之外 還要求 就是歸還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名字 其實就是要找回過去的歷史 台灣人 為什麼有正統的問題 就是我們對過去的歷史一無所知 我們被新的侵略者 殖民政府灌輸給你一個新的殖民的知識 這些東西都被抹除 不只原住民 大家都是 可能裡面有 有貧富族群的 以前在 在台中 跟 彰化 有一個很大的 國家 那時候 德國 英國 或是西班牙 他是國家 那 如果說 可是呢 這整塊西部 過去 有一百多個盟邦 在這邊 當然 東部也有 所以 這些國家 為什麼 突然 就消失 而沒有在我們歷史裡面出現 那這一群人 原本生存在這個土地上面的人 被大家稱之為 土地 就是原本的主人的這一群人 現在的處境是什麼 在中華民國 這個 流亡政府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的處境 是每況愈下 而且 甚至在 國際的軍事裡面 他變非常窮困 政治勢力非常薄弱的一群人 沒辦法去 自我主張 沒辦法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 甚至自己未來的政治地位的一群人 那 真正的問題就是 原住民族 所有的被統治被殖民的人 在歷史上面 被剝奪 在歷史上面被剝奪 不只河西 清國 或是 這個 鄭成功 壓死 鄭成功 然後 到日本 日本殖民社會 國府殖民 現在的流亡政府 都一樣 都在剝去大大歷史 都在剝去台灣真正的歷史 因為歷史受到殺害 歷史被剝奪之後 造成什麼問題 歷史被剝奪就剝奪吧 好像就沒有歷史課本就好啦 錯 歷史剝奪之後 接下來造成 就是直接實際的 在現有的體制裡面 在現有的資源分配上面的剝奪 資源被剝奪 階級 創立一個新的階級 看看現在的原住民族 就是現在的現況 原住民族對於國家 本來是前面就要講 為什麼叫死之為奴 歷史的傷害造成分配的不均 造成創造了新的階級 那這個階級裡面呢 原住民族是一直留在底層的 停滯在底層 無法回流在 往那個階級的上層去流動 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是結構性的 是殖民政府的社會控制的方式 那社會控制呢 就不會是單一的事件 就不會是單一的事件 可以解釋的 可以解決的 不會一個阿妹 她今天變成阿妹 賺了很多錢之後 她的族群她的家人 就可以解決她 她在社會受剝削的地位 無法這樣解決 因為是結構性的 是整體的 國家跟人民一起合作 創造這樣的階級 那原住民族的現狀是什麼呢 台灣的土地面積360萬公頃 我本來想一個一個談 大家就可以比較完整 為什麼是完整的剝剝 剝毒完整的剝削 就像那個最近很流行 最近那個在發生的事情嘛 如果你會笑你就不會恨 對 如果你會拉屎你就不會便祕 廢話嘛 這個幹 對 如果你會吃飯就不會肚子餓 對 她為什麼會對原住民 請她歧視另外一個族群 然後用這麼 已經接近是仇恨式的 挑釁的 那個諷刺的這種語言 當作她的創作自由呢 因為她有一個可以依靠的國家 可以依靠的政府 她在這樣的法律底下 她可以肆無忌憚的 肆無忌憚去歧視另外一個社群 另外一個族群 國家造成 這是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這些創作人 她在講什麼創作自由的時候 那是狗屁啊 那部電影就是一堆屎 可是我可以承認她是 她創造了 她用她的創作自由創造了一堆屎 但是她還是一堆屎 她不是一個東西 可是這樣的東西為什麼 在我們生活的周遭 應當 她就是應當的 大家都可以接受 她只是好笑而已 如果把這部電影裡面的角色 大家呼喚一下 就知道了 台灣人走到國外 假設因為你的皮膚的顏色 因為你的長相 因為你的腔調 遭受到歧視 你這樣會不舒服啊 但是如果對方跟你講 沒有開開玩笑 我心裡沒有這樣想 歧視就是 這整個價值建構的東西 沒有人可以逃脫這件事情 除非我們把這個東西全部抽換 把現在這個國家全部抽換 歧視是所有國家的破壞裡面 最能夠彰顯 就是 她正在破壞人民的一件事情 而毫不在乎 沒有感受 她對原住民族就可以 你們 每次聽到你的名字 就說 你帕奇拉 然後你爸爸叫諾夫 不認識 無知 然後被建立一種新的價值 這一切都是來自於歷史的侵略跟剝奪 台灣的面積多大 大家知道吧 360萬公頃 360萬公頃裡面 原住民的土地被國有 不是國有的 被國有的 被國有的 有兩百一七萬 然後 在日本殖民時代呢 我們在日本殖民時代 說實在過的比現在好很多 現在根本是王八蛋 我們連快天站的地方都沒辦法 在日本殖民時代 1925年的時候 那時候展開那個土地清查 包括所有原住民的 就發展主要地 那時候的原住民的生活的區域 166萬公頃 占台灣的至少三分之一以上 也就是現在的台灣土地有三分之一以上 是在日本殖民時代的時候 我還可以在上面生活的 可以種田的 可以狩獵的 可以做文化實踐的 什麼叫文化實踐 我就活著我要去打獵 我要幹嘛 就是按照我傳統的 或是我的知識 這種概念的生活的方式 這些東西都被限制了 從一個根本開始 就是土地權力被拿走 一個族群 70年前 八九十年前 當土地被拿走的時候 他要怎麼謀生 他就沒辦法用他原本的方式謀生 他必須要回到那個國家機器 當國家創造一種經濟系統的時候 他就要進到裡面變成一種勞力 回到資本的系統體系裡面被壓榨剝削 所以原住民為什麼大多數都來做工 沒辦法 土地被拿走 本來佔三分之一 現在呢 好像是兩萬 兩萬公頃 很零碎的分布在 國家公園跟 有太亞 代言等嗎 國家公園跟 山地 還有就是 無法跟蹤的山坡地上面 這些東西都不會 在現在的經濟體制裡面 無法謀生 那 這就是原住民的現狀 那這些人要幹嘛呢 阿美族到台北去做板模 搭鷹架 然後 呃 民國六七十年的時候 那時候 就是 呃 什麼 那是 國家大型的建設的時候 大量的投入勞動 勞動人力到 國家的公共建設人頭 全部去做工 部落裡面沒有任何一個年輕人 當然啦 也沒有部落了啦 因為部落也沒有土地 沒有田可以種嘛 呃 大英駕做工的 還有 有沒有聽說 聽說過塞伊部落西州部落 呃 他們以前 為什麼在河岸 有沒有聽過海山煤礦的那個崩塌 裡面全部都是阿美族 七八十個人 都是阿美族 就是阿美族 所以 我們不是到最高的地方 就是到最深的地方 呃 然後 呃 我接下來想給大家看 兩部片 它其實是近 90年代拍的紀錄片 很短 三分鐘 這些人 變得是在國家的系統裡面 成為一種最低階的勞力 勞動的 這種 就是 勞動的資本 那變得 我 很難用原本 那個原來的生活去維神 這些都是有系統的 最後 語言消失了 無法跟 在部落跟大家用母民主語溝通 然後 呃 非常的窮困 然後 呃 設計地位 呃 就是 停滯在那個 停滯在底層 這就是原住民族的現況 一開始的原因 剝奪土地 不只日本人剝奪土地 最 最機車的是 流亡政府來到台灣之後 來到台灣之後呢 他就用什麼 就是 日產 敵委政府日產接收辦法 那是什麼辦法 一個辦法 就可以把大家土地都拿走 莫名其妙吧 然後最後都變國民黨的 好 土地 全部被 全部變成 中國國民黨 變成中華民國政府土地 在日本的時候 奇怪 應該你媽的打贏了 應該要 還地漁民啦 沒有欸 他直接土地就收走 當初日本人 搶 原住民土地 或是 或是租用原住民土地 用非常低廉價格 租用原住民土地 即便你有那些 那些 租用 租任的那種 那種文字證書 在國民黨進來之後 一樣照樣收走 無論我們以為說 中華民國來到台灣 一次性的就把土地拿走 沒有 沒有一次性的 一直到今代 到1980 到1970 都還在收取土地 而藉由什麼東西呢 藉由這些工廠 台塘啦 林務局啊 或是這些台鐵啊 照樣強徵原住民土地 花蓮西兩岸 以前是 呃 呃 呃 泰浪部落跟馬他部落的傳統領域 就是四根地啊 花蓮西的右岸 總共佔地非常平坦 非常好的土地 佔地兩千 兩千四百 公頃 花蓮西的左岸呢 也大概有一千四百公頃 可是現在變成什麼 右邊變成平地森林 那個園區 還有就是滑翔翼 停泊的地方 那左邊是之前 東發條例的時候 本來那個富崑奇 他要去幹F1賽車場 然後那個RV休閒園區 然後最後最近又發生 他其實 他其實很聰明 這些資本 這些財閥他們非常聰明 我在這邊 用了各種瓶目說要做各種的建設 可是他真正要做的建設不多 他要的是周邊土地的 那個草地 就是草周邊土地的地平 所以現在 台九縣兩邊 有在花蓮待過 你看到那個路牌有沒有 就農地 賤賣 那個已經可以賣到說 什麼 就是 我記得在光復 應該有九萬多一瓶 那農地 我現在 我花蓮沒有地 然後我在台北深 我有一天我現在回去的時候 結果我買不起一塊錢去跟 被炒作 然後這些炒作的錢 又回到這些資本家手上 跟這個 就是 國民黨 或是這個政府 那 那 周邊開始有非常 像 土地的開發 其實一直在原住民土地上面發生 土地先被剝奪 土地被開發 那 其他的 國家政策 怎麼整體性去 社會控制 去 去 前置原住民族 因為我怕我會沒有念到 我沒有講到 下一個講 不要講台灣 中華民族主義的教育 中華民國對原住民族實施 就是在那時候他來到台灣之後 1915年實施了單一民族政策 1951年的時候 實施三地施政要點 三地施政要點 尤其是高山族群 然後 三地人 民 生活改進 運動辦法 靜說方言 只能說 中文 國語 1953年促進三地行政 建設大綱 當時的原住民族 本來有自己的教材 可是他那時候就是教材平地化 所以開始有很多神話 無縫 還有 類似什麼 以前我們竟然看 現在創造 紅桶葉棒球啊 建英大腳 這種 那種神話 就是國族神話的故事出來 1958年 停用三地課本 設置國語推行 與那個推行員 就是在每個部落裡面 都有一個國語推行員 像老師一樣 或是督導你的那種人 應該是督導 所以他是有計畫性的去消滅你的 那個 就是 在地的語言 跟在地的文化 然後 今年 有參選 宋楚瑜 他說他 對原住民最好 大概1980年4月的時候 他在立法院 被質詢 他推行國語有計畫 就是 就是 呃 呃 不能講方言吧 在 在當時的電視 跟廣播電台裡頭 禁止 直接禁止 百分之五十 這些語言完全不能講 好 這原住民是 間接的 間接 因為我們早就 呃 早 其實不只是透過這樣的政策 這個語言跟文化都 都已經被磨除了吧 但是 我這些媒體 電視節目 裡頭又灌輸我 一定要講國語 要標準 標準 你看 所以我小學 小學的時候 那時候超愛讀那個 國語日報 對 我不能說我有投稿 對 所以 不只直接又間接的 這些 我們的族語文化 或是 呃 呃 語言 就會間接的消失 那 呃 中文民國政府進來之後 原住民的參政權也受到很大的 限縮 你知道現在 我們剛剛選完對不對 我們有三張票對不對 一張選什麼 一張選總統 另外一張咧 選 那個 那個 區立委 另外一張咧 不 對 政黨票 原住民也只有三張 我們沒有比 都會多一張 但是我們 欸 只能選 因為現在所謂的三圓平圓 他是 他一樣是分區立委 所以我只能投他 就算我住在 戲子 然後 有人想要投華國長 那我也不能投他 其實 我其實是 呃 被 在這樣的選制裡面 被剝除我在地人 就是在地的選民 這個 就是這個參政的權利 而我只能投這些三圓平圓 然後這些三圓平圓咧 他的選區喔 跟總統的選區一樣大 台灣多大 選區就多大 因為我也不知道原住民跑哪裡去 因為沒有土地可以站 有的跑到金門打拳擊 或者有的跑到馬族去 說你做兵 然後就入籍在馬族 所以原住民選區是整個台灣 誰現在想要出來選的 如果你是選一個鄉長 不是選鄉長 就選可能代表現議員 可能都要花到一百萬兩百萬以上 最少喔 去年我姐去參選現議員 最低的預估 我是不敢問啦 應該有兩百萬左右 然後他自己去貸款 因為 三一八晚嘛 他都叫年輕人 充充充充 沒有人講說充充充 可能也細細細的這樣 要付貸款 沒選上就完了 然後 因為這麼大的選區 誰有這種能力 可以跑這麼多選區 不要講說 你要買票什麼都不要講 你光講你的油錢就好了啦 我去 我跑 新竹五峰 假設我要跑仁愛 都三路耶 然後 我上次做了一個 就是 台灣的 原住民部落 食物的一個 就是 寫一些雜誌內容 就跑台灣 就這樣一圈 大概一千五百 一千四百公里 就在 台灣這樣亂亂走 中橫 然後走南橫 這樣跑跑去 光這些 費用 一般的 有意願去參政 或是 能夠 有 就是 有意願去參政的年輕人 或是原住民好了 都很不可能 所以原住民為什麼都投國民黨 有錢啊 我進到黨資源裡面 不管是國民黨 民進黨 但最近 在華東還是有 這個 這個 就是 藍綠的 這個 投票 習慣 就是 已經有 有些變動 只能依靠政黨 只能依靠有錢的 可能 甚至 就有錢的人 那原住民 不 無法 就是 無法自主的 甚至我們沒辦法去成立一個政黨 政黨票5%吧 原住民加起來多少 兩千三百萬人 我們只有五十三萬 我們只佔百分之2.5% 我們連政黨票都過不了 舉一遍我們 我們說 我們成立一個原住民政黨 都沒有辦法 這個是制度性的 撥去你的參政權利耶 你知道 在美國 1960年吧 金恩 那個 那個是什麼 他們就是 投票權法案 那個時候的投票權法案為什麼 因為 黑人的投票權力受到剝奪 因為他的種族 因為他的膚色 投票權力受到剝奪 各位想想看 我今天只能投原住民族的區 那個區立委 三元、平原的時候 我甚至平原還不能投三元 我今天即便住在台北市 現在原住民百分之六十以上人都住在城市工作 我都沒辦法決定我生活在這塊土地上面 生活在城市的這個政治地位 怎麼樣生活 有沒有福利 這些東西我都沒辦法決定耶 我只能靠原住民立委 當著面就把你這個參政權撥去耶 大家都覺得很正常 沒有人有反應 我們好像有幾個立委 有三個六個保障席次在上面就好 所以今年有像時代力那樣有投 就是有把原住民立委放到 說就是這個比較保障席次內 然後民進黨也放了一個 這種東西 這樣的制度性的問題 你不能靠這種投資方式去解決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 美國已經走上 人家出來抗議了 可是那原住民為什麼 為什麼福音這個國家 為什麼福音這個殖民體制 有人講說因為被殖民太久了 318的時候 外面有好幾萬人 有30個人在麥當勞的小公園裡面 弄了一個小的街頭的論壇 談的東西已經不是談福貿 那時候在談福貿 福貿易或是在談 大家在談什麼黑箱的時候 裡面要在談的是原住民主權 因為他深深的知道 不管是福貿貿易 或是任何一種國際的商業協定 最後可能受到受侵害的 就是這些最底層的勞動者 摸陷最深的就是我們 而我們已經被殖民了400年 我們只是想要告訴 那個 飛遠的朋友白浪 我們說 我這邊有400年的殖民經驗 你有沒有要聽一下 可是一直沒辦法走進去 所以我們就在路邊去談這件事情 而原住的概念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萌揚 可是不代表說 原住民獨立運動是從那時候開始 只是有一群年輕人 開始希望能夠去發展這件事情 原住民在台灣的社會經濟地位非常低 例如說經濟的部分 我們跟一般的群眾 一般民眾的稅後可使用的所得相差 什麼叫稅後可使用所得 要繳稅吧 我要舒服過生活的時候 還是要繳筆稅給國家 繳筆稅給公共的使用 之後才是你可以去買東西 或是旅遊 幹嘛 這個東西 常常會被人家當作 這一群人 有沒有擁有這個幸福的價值的判斷數據 原住民跟一般民眾的 這種稅後可使用的差距是6.19倍 最低跟最高的差距是26倍 原住民有近11萬戶 11萬戶代表什麼意思 11萬戶的人 也就是原住民的人口的一半 在貧窮線底下 貧窮線底下 原住民的工作人口 我們在工作的有工作的 有工作人口 四成在做 我們的工作人口的薪資 跟其他的民眾的薪資差距 只有他們的四成 很低耶 就是說你們現在賺3萬6 你就乘以40% 就是我們的平均數字 不是不努力工作 很努力工作 這些 接近 就是在這個工作與失業過程 就是接近 低於好像是36公尺的這些人 大多數沒辦法工作的原因是什麼 40%是因為受傷 你就知道原住民都在做什麼 都在做工 都在為資本勞動服務 這些不做工 其他不做工的去幹嘛 投入到公務系統裡面 做軍人 做警察 做護士 做公務員 大概佔百分之17%左右 好 那你就知道了 公務員是什麼 軍人是什麼 最被這種 威權體制 最福音威權體制的一群人 一群軍人 這些人再回到部落裡頭 然後他假設 在那個部落又 第一個 他收入穩定 他就會成為意見型的領袖 在部落就是這樣子 那意見型的領袖被誰控制 被中華民國 被國民黨 被國民黨的這些 這種 這種 裝腳的系統的控制 那原住民怎麼可能不投國民黨 那要改變非常難 你知道嗎 不是媽的說 旁邊一戶一個里就快一萬人 不是這種改變 是你回到部落要根除的 根本就是 現在國家控制的方式 第一個是什麼 至少要解決他的溫飽問題 他才有可能去思考 我今天到底要投給誰 然後大家 看到原住民都投國民黨說 你們就是都投國民黨 用一種非常偏見的方式 而完全忽視掉那個脈絡 給大家看兩段影片 一段影片是 去年前年 我到台東 有一個養雞場 他 他 虐公 他就虐待老公 一個 平地人的老闆 虐待老公 然後 毆打他 但是他毆打他 完之後 這個人還不走 還繼續回去上班 所以 就很嚴重 然後 到住院 肋骨斷了 然後 什麼什麼 內臟 受損 最後呢 檢方好像也聽信 還有 就是 檢方跟勞動部也聽信 那個資方的 說法 就是他自己弄傷的 還有 說他酗酒 幹嘛的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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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给我听,那个说是怎样? 郑东方说,我们原住民会变了 没有用相果一样,他就开始打我 在这边,他已经被我 说我一直喊很痛 他才不打我 最近到医院,我才知道肋骨断掉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讲给我听? 想要找你帮忙啊 你知道我们这一两个月在帮你的事情之外 有黑道的 人在有点警告,你知不知道? 好啦,我会帮你啦 那个现在外面的别的族群或是人权 或是有一些律师 对你的事情都很关心 所以请你放心 我们会为你的权益跟正义来付出,懂吗? 我们就先好好养兵啊 好,这个就是那个苦主 王大,什么事? 他说,请你帮忙啊 这件事情到时候 其实没有得到什么 比较好的解决 然后他也回到 另外找了另外的工作 但是安排比较 比较好的资方 就是老板 他呢 他呢 他怎样 他在屠宰场 夜间超时劳动 然后平均喔 工时长达15个小时 月薪只有1万5 有那时候超过最低薪资 但是呢 他的老板呢 平时 他就住在哪里? 住在租社 租社 他们机场改建租社 然后老板就会用 我租给你房子 所以你要付房租 这种方式 苛扣他的薪资 本来是以为是免费 说可以住 又出租社 还要付房租 等于是1万5 要扣掉那个房租 然后 他在宰杀过程当中 假设有点瑕疵的话 他也要扣 一只鸡800块 如果宰错了 再扣300 所以呢 他的薪资 就是 呃 常常领到是 6千块 8千块 就非常低的薪资 而且很辛苦 你知道 养鸡场 非常闷热 又有很多 潮湿 这样子的 劳动环境 他工作了3年 刚刚他有讲嘛 就是雇主看到他 就踹他 打他 限制他的自由 从85公斤 比我再瘦一点 然后瘦到现在 刚刚那个样子 55公斤 变成刚刚那个样子 那天我去访问他的时候 我就问他 诶 人家都这样欺负你了 你不会想逃走吗 曾经有人 部落人把他带走 可是他又回去上班 没有选择 什么叫没有选择 如果从小 从生长的时候 就在一种非常 呃 被淋虐的 就是不良善的环境底下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好 温柔的 这样子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认为我回去 可以活就好 那 台湾有多少 真的动不掉的时候 就 就动手了 同样 同样事情 就是 很常发生 去年 前年 但那个也是 在做 也是马夫 就是做景色产业 但是他从山上被带下来之后 呃 要开车载小姐 老板就说 你就去那台车 开车载小姐 就是从里面 这样子 从里面 就是公司付 结果变成 最后那个车贷 他要去付那笔钱 等于是他每次 去载完小姐回来之后 扣完了钱 车贷要付 跟小姐分 然后还要分给老板 几乎没有钱 那他也是因为这样子 愤怒之下 跟老板起争执 就动手 同样的状况 为什么这么 你看起来好像感觉 不应该在 现在这种社会发生 很像在地狱 这么残忍的事情 在原住民族群 或是在 在 通常是很弱势的 少数的被压迫的族群 会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酗酒啦 吸毒啦 无从解决问题 最后你再问那个人说 你为什么不逃走 没有 我不知道逃去哪里 我们来看下一段影片 太阳总觉得很帅气 编破工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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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是有党大信心 有時候你想別人信不在願的話 萬一你一試,手啦,手不掉啦,還要說什麼 沒有注意到的話 反正你就不能有阿一聲了 你一阿就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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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了 馬上他要加班耶 各位年輕人,謝謝你們的合作 謝謝你 好 我們回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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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小孩子 羽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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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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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